星期一至日 我也有七位不同的男士 給我吃拉麵 滿足到我的 就只有這裡 料理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料理啦 這個拉麵品牌 當然要介紹這麼多不同的拉麵 首先出場的就是海南和盈南 海南是什麼呢 肯明知道現在有海鮮 就是日本的鷹蝦加上豚骨的拉麵 我看到其實很足料 除了鷹蝦之外還有粗葉派流 還有這個赤膏 非常鮮味的 讓我試一下 讓我先喝一口湯 很濃的豬骨味 加上它有些海鮮的甜味 很好吃 這裡的豬骨湯 全部都是人的東西不甜不煲的 很足夠的 很足夠的 這個蝦真的很鮮味很鮮甜 加上拉麵 這個麵真的一個字 很鮮 接下來就是盈南 盈南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黑蒜醬油豚骨拉麵 它是以東京的黑蒜醬油再加上豚骨改良而成的 好香的蒜醬油味 真的很想吸毒吸毒的嘗試它 湯底真的很香 黑蒜油味 加上這個很新鮮的豬骨 不停咬炸而成 是很香的 我很喜歡這個黑蒜油味 因為這個真的是人氣推介 難怪這麼瘦身形 你看到它裡面還有很多材料 有日本的豚肉和雞翼 我喜歡吃雞翼的 讓我先試一下 這個雞翼很特別 它是沒有骨的 而且裡面有些配料 是餃子的肉 吃起來就好像吃餃子 好好味 盈南真的很特別 很棒 接著我來介紹給你的就是 豚腩和味腩 豚腩原來是九州豚骨拉麵 我媽媽說是充滿九州的風味 看到它都有很豐富的豚肉 很重表 烤下去肉是很鬆軟的 看起來它有點肥 烤下去一點都不覺得很油膩的感覺 反而是很甘香 這個肉絕對味都很驚喜我 接下來就是味腩 味腩 味腩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九州豚骨大蒜開麵 它配合了大蒜去做 所以聞到很香的蒜味 而這個是我看到最多材料 最多食材的麵 裡面有肥牛 花腩丸 餃子 海苔 還有豬肉丸 很豐富 讓我試一下餃子 它有少許湯底的蒜味 很香 這道老闆很高要求的 他對自己的出品非常執著 每天都要親自監控 確保用最新鮮的材料 包括有雞腳 老雞 豬筋 和豬手 去咬這些湯 這麼濃郁 這麼好吃的湯 這裡的湯底真的是 還有三個Gentlemen介紹給大家 分別是鐵藍、黑藍、赤藍、赤藍 他們三個都有特色的 告訴大家 鐵藍是醋地肉奶麵 湯底是中日混合的酸辣主題 入口很開胃醒神 好像人生辛酸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黑藍 這是沙爹豚骨奶麵 它以九州豚骨風味 配合馬來沙爹新味調製的混合版 很特別 接下來就是赤藍 即是日本地肉奶麵 湯底是以香藍為主題 再加上赤藍 加香料 入口香滑 真的不會太辣 不會被毛孔 讓我嘗嘗這個粗滴 不知道是什麼湯味 酸酸辣辣的 很醒悖 酸辣的 這個很特別 很好吃 這是沙爹豚骨拉麵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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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的沙爹 會濃得很濃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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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就是赤藍的 甜腐地肉奶麵 辣辣的 很濃 它可以配六本不同生存炮製的美食 包括日式吉列豬扒 日式炸餃子 炸雞棕翼 炭燒雞扒 炸魚虎 配雞翼和鯊魚配雞鱼 真是很好吃 這裡還有一個很出色的一人的鍋 就是這個忌勢海鮮鍋 你可以選擇我剛才說的七鍋和湯底 裡面真的有很多材料 大家看看 有養石和小鮮的海蝦 還有拼口、手打、魚蛋 可能還有松葉海鮮 有肉丸 有肉丸的牛肉 大家可以配苦彈 可能會有苦彈 吃飯的朋友都可以點飯 都沒有興奮我 一人吃飯就要吃肉丸 很棒 很漂亮 廣場很精彩 廣場是拉麵品牌專門店 本色夠多之外 會有那麼多長實料 下次吃拉麵你都會選擇 料理男拉麵品牌地址在九龍旺角 空彩街23號地下 大家可以搭廣結 在旺角廣結站依然出口 又或者搭巴士 6號、9號、104、117、203 在山東街下車直行就到 也可以搭專線小巴 5號M在通賽街下車就到